大家好,又來到我們After The Show了 After The Show就可以聊聊聊天 這個笑得這麼燦爛的人 就是我們相聚的重型監製 我是Tony Chow Tony其實本身是一個很專業的催眠治療師 以及以我所知 你可以用這個催眠治療去醫濕疹 亦都有很多成功個案 其實為什麼這個催眠治療可以醫濕疹呢? 還有什麼原理呢? 濕疹是屬於身心症一種 催眠是屬於身心症 身心症 身心症,沒錯 真心症 我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們的當事人 我們跟他顯意識談完 我們會假設人有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是顯意識 另一個部份是潛意識 就是平時你都找不到他的部份 我們會假設各位觀眾聽得懂 潛意識和顯意識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自己上網查一下 是 那怎麼都可以 有顯意識又潛意識 有什麼意識去幫到手呢?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前設 人是一個有治癒系統 自己療癒自己 會好像動物一樣 他受了傷後會自己康復 如果華山現在在這裡一定會很認同你的 因為華山經常都說 人是有治癒的功能 即是能夠自己治癒自己 可以治癒自己 但你說的就是身心方面都可以 身心症裡面 很多西醫都已經定了 濕疹系 一個腸移激系 一個胃痛 扁頭痛 有些關節痛 有些都會是 我們怎樣會令到他好的時候 當然 因為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不同的時候 所以不能夠一次說 但是我們會知道 潛意識裡面 你會把整個過程都藏在潛意識裡面 現在你發了 是因為 世界發生的事件 那個情緒卡住了 卡住在裡面 他又要告訴你 但是他又不會說話 潛意識的語言 就是圖像來的 所以如果你夠睡的話 睡眠充足夠睡的話 你會發夢去告訴你 對 但是 可能你又不夠睡的情況下 濕疹就會出來告訴你 會不會放大鏡看 會有些圖像 對 哈哈哈哈 那會有 就是 但是他出現了濕疹的時候 其實他都要看看是甚麼原因 你要理一下我 但是我們怎樣理他 其實可能是一個保護作用 也有可能是一個提醒 所以我們外面的治療師就是 發明潛意潛入去 我們和當事人一起潛入去 一起去看事件的真相是甚麼 甚麼是事件的真相呢 對 我都想明白 我們會覺得她的經歷大多數都是在五歲至十一歲中間那段時間發生事件 而那些事件到現在大過後已經忘記了 但是那段時間的情緒就是不開心、收睽、不知如何應付、很無奈 這些情緒都會保留在前世上 當她保留的時候她還未會告訴那些皮膚 但她還未通知,但當時要想怎樣想 發磨也發不太多 唯有用前面的思量去看看 我們重新和她回數的一個技巧重新去經歷 她會看到那件事未了解清楚 然後因為那時候她不能夠應付 現在大人大過了,未應付 這樣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就會慢慢應人而解了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其二呢? 你剛才說其中一個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有時候遇到一些信念很強 譬如有一個over四字頭的女士 做一個個案就是 因為她一出生就有濕疹 所以她覺得濕疹是一個助詐 所以她是很消極 很不開心 她沒有朋友 她說到這樣 我們重新 因為她經歷第六次 我特意去設計了一個療程 就是重新回到胡蘇 她回到她 看到精子和卵子激化的時候 產生到她的開始 要不要去到這麼遠 去到精子和卵子那一剎 還是因為你以你的經驗 已經去到第五、六次了 你發現問題真的非常長遠 遠到她爸爸媽媽 去做愛的時刻已經出事了 就是這樣 對 因為她有個假刺 我很難推翻她的信念 唯有她承認 看著她自己承認的時候 真的皮肝要滑 那便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就是這樣 哦 這樣 是的 哦 OK 贏了信念下 她不會繼續相信自己一出生 受到助詐 其實你還在說同一個個案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某個女士 其實她有一個信念 就是這個皮膚病是一個咒咒來的 是的 一個咒咒這樣 所以就是 但是她太強了 強到無法和她洗底 於是負責她的前進去 去承認那個時刻 然後她看到 我承認那個時刻是完美的 是啊 是不是這樣 然後由那個時刻去去治療 去改變她的信念 這樣才可以治療她 我們給多個信念去看 這個角度去看 改不改得到 是個人的接不接受到 你又想想 一個四十幾年這樣想的人 如果我做了六次 每個星期一次的話 都是 就是過半月左右 用過半月去撼一個 四十幾年 很難撼的 那其實她這些個案 每一次做幾個小時 九十分鐘 過半小時 過半小時 過半小時做六次 即是九個小時 其實九個小時 也挺難推開 一個四十幾年的信念 所以我們要很有步驟 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們要 她要看到現在的現況是什麼 她差什麼 她強化自己 所以我初初第一次的時候 可能是 看回那個人是什麼問題 可能是 需要自我催眠 教她 或者是需要靜心 當她在裡面找到自己的 價值的時候 那個力量 哇 更大 好 我們現在有現場嘉賓 Peter仔 OK 譬如說Peter仔 假如是Peter來找你 那你會怎樣處理她呢 因為Natalie已經做得非常不錯 我們要用Peter仔來做個案 Peter仔 你幾歲開始有濕疹 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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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讀書 還沒有 好了 譬如她說三歲已經開始濕疹到現在 你現在的現狀是正常 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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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我覺得是要從心裡面去解決的 所以我就 又停了 但是就是 還是比較 還有一點點 我想你 你剛才也聽到我們做整個訪問 譬如是Natalie的案子 你很明顯你肯定沒有她去得那麼盡 沒有 沒有 肯定沒有 沒有說什麼樣樣的方法 都說試過很多次 有沒有四成、六成、五成這樣 一半吧 所以別人的底清得那麼好 你就又是一半 是不是很公平呢 譬如 Tony 譬如放Peter仔 譬如說 我現在決定斷尾了 我想做一個皮肝肉滑的帥仔 雖然他覺得很帥 很帥仔 輪廓是很帥仔 那你會怎樣 deal with 他呢 是不是都要做一下report 見一下你 先聊聊天 還是一開始就 躺下 在看情況 有時候都會這樣做 一開始見 已經是躺下去做 因為他的需求 Peter仔 你不夠強 有些強到我 真的 真的沒有出道 可能十幾年了 你所謂他不夠強 是他想被醫好的肉臉 那個想法不夠強 是他自己想自己好 沒有夠強 夠強的那些 真的 想我媽媽注意你 其實也有的 我覺得 有的 喜歡你誠實 是啊 有的 是的 那就是給他的話 其實 雖然我們未開始治療 其實也看到一點點 其實他要放下那個好處 那個好處 就是 如果你願意康復的話 你要放棄一件事 可能你媽媽沒有這樣 經常看著你 那就是說你也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長大成人 是啊 這個如果給了你的話 當然要看一下 除了爸爸媽媽之外 你還想喜歡些什麼呢 就是 你突然這麼大個兒子 是不是應該拍拖啊 只是一個性別 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那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有可能 我其中一個個案子 是真的 男同性亂產生這個濕疹 為什麼 他覺得很羞恥 就是他接受不了自己 接受不了自己 但是他自己很喜歡 不是很喜歡男士 我認為 這些東西沒得變的 就是你一是接受的 所以沒有濕疹的事情 我媽媽很好 各位觀眾 我媽媽那時候我說 女兒 無論你是喜歡男人女人 或者你就算有Ace 媽媽也是這麼愛你的 然後我媽媽 我喜歡男人 和我沒有Ace 你繼續愛我吧 是啊 這個 不如我們拆開了話題 好了 都不是拆開你 讓他想起愛這件事 愛的話 原來各個的定義不同 可能你父母 給你愛的定義又不同 你另外一半 大家愛的定義不同 好了 我們不要太遠 父母的愛 自己愛自己 有多少呢 是啊 Peter仔和 很多人有不同 你覺得 我有這樣的病症 你不愛自己 不被處理的時候 你覺得有多愛自己 現在的話 一定比以前好 因為以前 以前其實我 可能也看過很多 不同的資料 或者自己也找過 有些問題 其實是有一種 被害者加分的感覺 我是有些缺陷 你是不是要多點關注我 先 哦 哦 但是看了這麼多集的相聚之後 你應該有少許改變了 是嗎 是 會改變之後 中間還有經歷很多 很多事情 你會開始去找自己的問題 那我不一定要被害才加分 我本身也是很加分的 沒錯 如果一開始的話 我會加強你自己信心那方面 是 對 的 往往覺得自己是最特別的一個 有些人會拿著這件事 令自己不好的 你明白嗎 所以要繼續談下去 才知道 你是不是拿著這件事 我是這麼特別 我這個病症 會引致 不知道什麼 這是一個好處 可能你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要慢慢談下去 所以如果透過出眠治療 就會是聊天 然後就是 躺下 或者 無謂躺下 然後 我常常在腦裏面有些電影的對白 有一張很漂亮的貴妃床 躺下 然後手放在那裡 然後開始說話 不是 我是協助 我們外面治療師 是一個媒介 是協助好像一塊鏡一樣 協助她自己 在想很清醒的部分 和自己裡面 隱藏了部分 潛在她聊天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相關齊下都不錯 或者說 你出眠治療去找答案 然後 然後你就對症下藥 你再去 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療 是嗎 是啊 有時候最好的來自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 去看醫生 查 查一些東西 不是對股床架 查一些東西的時候 調整 如果心態調整的話 我覺得是快很多 是想不到的 快得很厲害 因為我始終都相信 這個大部分的病 都是心病 以前說95% 現在是100% 這樣 OK 好 多謝Toni 接受我們這個訪問 OK 那我們這集又 拜拜了 拜拜 來看看 呢 我們應該會發生的 你們 我應該會發生 你要不要